我才知道靠你们给台费 因为我不想求 我不想三天不买两天 又说不能够 要收屁 每天都说货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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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天不买两天说要收屁要筹钱 然后再来不是 每天都说货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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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又或者 两天又说叫你们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 求求你们 虽然我都不会求求我 但是真的没有人 其实 现在我们 台费的收入 简直是 基本上 真的不怕实力说 连一匹跟水王的工均也给不够 也不够给 不要说租货 真是很没法实力 所以我们一定是靠这种产品 而这些产品的网友说 是能帮到手 时我们最开心的事 记住 不要冲上来 因为今早 又在排队 排队干什么 我问你们上来干什么 我排队订货 订货不用排队 不要这样 你们入货就行 是要上来的 好 好了,很清楚了 接著就是今天星期四 星期六我現在不出相片 其實我已經弄了很多相片 等我弄好相片,我就會錄個廣告 再錄像大家 其實到了這個時候 大家已經知道我們星期六有什麼賣,有什麼訂的了 什麼竹龍卷那些,不用說了 沒有訂的朋友不用訂的了 星期六上來碰碰運氣 什麼竹龍卷、海膽等等 等等牡丹蝦、牛肉等等,有個碰運氣 好了,但是雞翅那些朋友 麻煩你,這個二十個限定 其實我已經沒有了十個了,很快的 這個翅我保證 又不是你們上次吃的金湯翅或者紅燒翅 質量再高一格,但那個都很夠吃的了 今天我們日本網友 兩姐弟上來 因為爸爸生日了,日本人生日了 很喜歡我們吃個十六口鮑魚 今天我說,爸爸生日就不要吃十六口鮑魚 買了個五口鮑魚 我再送了一個汁給他們 其實五口鮑魚是不跟汁的 我再送了一個汁給他們 難得日本人這麼懂得欣賞我們的鮑魚 其實我真的想說 其實這個鮑魚的曬祭就是日本人曬祭的 但是日本人懂得曬祭之後 好像我們這樣去炆去匯呢 我不知道,我想應該都懂的 如果不是 他就不用做曬祭的工作做得那麼辛苦 因為我們唐心的效果真的完全不同 來自剛才 馬來自我 讓馬來自我 為人幫你 這就是